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常讲只有在大盘震荡的时候 你才能知道谁是高手 大家记不记得过年前 春节之前我跟大家怎么谈的 我说会员手中持股 全部赚钱 专播都探极 每一党都赚钱 全国的会员都在看 那春节以后第一天 昨天跌了600多点 今天小涨 马上的华琴又创新高 大盘在震荡的时候才知道谁是高手 大盘在涨的时候 你看不出来 每个老师都很准 但你追价的股票也一样往上走 结果中错以后很多股票盘头 华琴今天创新高 跟大家谈一些操作的一些观念 涨2700几亿 今天量缩了对不对 缩了1000亿 昨天大跌696点 昨天这个跌幅 是台湾股市历史的跌幅 一天落得700点 台子跌700多点 今天小涨73点 量缩了1000亿 这代表什么 代表这里 转折弧线 我们来看一下 知道我说这支长黑有够凶 杀过头了嘛 我说为什么杀过头 昨天1月30号 摩台子结算对不对 台子写结算 周选择前结算 两个重复结算的情况之下 外置是往下压低嘛 那压低以后刚好来到这里 今天呢 这个叫什么 十字K线嘛 十字K线呢 代表变盘的异味比较重 代表洗盘 那重点是今天开关嘛 今天开关震荡的量缩嘛 代表恐慌线的卖压 大概在昨天大部分都弧线了嘛 那外置在昨天卖100多亿 今天也还在卖嘛 但是他卖的是全资股 那因为呢 他要的是台子绩效嘛 那你又做股票呢 就专注当下买股票 对不对 台子我下一段跟大家谈 买什么 买低位阶 高值利率嘛 你的股票战胜大盘嘛 昨天 一直跟大家强调华琴 一月份的时候 大把在这 这样去 很多人不敢出手对不对 不敢买 但是华琴在这里 我们介入嘛 昨天大盘重挫 他是开低走高嘛 他今天创新高哦 而且他涨停板 你说有没有赚钱 你的股票在打电 我的股票在创新高 这叫做贡贡贡的价值啊 你讲贡贡的代价是什么 是要做教嘛 不是帮别人抬教啊 会员都在看啦 不可能说谎 波段 谁抬教 法人嘛 底下这个是法人 这是昨天 涨堡败的696点 昨天外资卖177亿 可是他卖的可能是全资股嘛 但是这些股票呢 他是大买钞有没有 昨天大买钞 今天涨停 创新高嘛 这样能不能赚钱 股本是恶意嘛 基本面成长 法人所筹码 逆势 创新高 对不对 而且涨停板 这个叫撞波段嘛 这个叫撞波段啊 确确实是绩效啊 法人抬教 对不对 涨停嘛 创新高 那你的股票呢 是怕得 大盘在涨的时候 你可能分不清楚 哪个老师是真实的绩效 但是在春节之前 只有我敢面对全国的观众 我说我会员手中持股 全部是赚钱的 当然昨天跌了以后呢 有些股票拉回嘛 但是好的股票呢 它马上 它是马上要冲上去了 这就汇汇的价值嘛 那昨天我也跟大家提到 美国特斯拉 电动车对不对 它昨天旁后 股价又创新高嘛 那昨天涨的一些股票 像核大 今天也是往上走 这个股票我也是贪钱啊 但这一档呢 最强势 大盘在去啊 你看不见吗 很多老师混水摸鱼啊 带会员去追长啊 去帮别人抬轿啊 赚一些小钱高线的钥匙 一跌呢 全部到牢嘛 操作这位很重要啊 我再用另一个例子跟大家谈 这个大盘 这一根长黑 历史的长黑下来以后 它跌到哪里 它跌回11月的低点累累 那今天这里呢 它也仿佛出现了一些支撑 那这一档股票呢 我们做一个比较 我常常讲专注当下去选股 现在也是一样嘛 当下有哪些股票 今天呢 我也是股票 起起来哦 我们先看一下 这里是11月 用这张图 11月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谈 专注当下对不对 专注当下 大家记不记得11月我买什么股票 我买原相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11月哦 这大部分下来这里对不对 原相11月在这里 第一个 没有追价 第二个 当大盘跌回到11月的低点 它还是创性高嘛 这多少 这115 1125 1135 1145 1155 1165 还是赚钱嘛 低位接嘛 高值利率或高成长的股票 这是一个什么 一个头肩底架构 底架了一倍嘛 就11月 那你看11月在这个地方 这一段涨的时候 原相在洗盘嘛 这样子是不是战胜大盘 它跌回来了对不对 11月的时候我还有买进什么股票 我买世界先进嘛 是不是一样赚钱 11月的时候呢 我们带另外一组会员买什么 买汉堂啊 是不是赚钱 违影 是不赚钱 违影7月在这里350 这里500 这里700 这样有贪一倍吗 我常常讲 它操作原则 这个很重要 你的策略 决定你的方向嘛 不冲动追加 锁定了 才出手 对不对 安全最重要嘛 会员的成本最重要 然后市机转波段 大盘跌回11月的起点 我们再看一遍 我的股价 转波段 低位阶高质利率 一样赚钱 对不对 105到106 那大盘呢 这11月嘛 在这个地方 我那时候一直讲专注当下 现在也是一样 专注当下嘛 那专注当下呢 昨天华秦 抗跌对不对 他今天是不是涨停 而且他创新高 会员都在看 这些都是会员的绩效 大盘11月 跌回11月的低点 但是这四档股票 11月买进 他还是一样 转波段嘛 所以操作不顺利的 我希望你把电话拨通 包括今天 划新 涨停板 对不对 你的股票 有去 是套牢 还是赚波段 我们从11月开始呢 一档一档股票 再赚波段 春节之前 我们会员所有持股 全部赚钱 其中三分之二呢 是赚了大波段 类似这一类的股票 那专注当下的结果呢 划新 他又往上走 创新高了 把握机会呢 把电话拨通 操作不顺利的 不管台子或个股 电话拨通 休息一下 运达特布 好看 弄在这啦 今日起身装 运达特布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民事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特布APP 货电02-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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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歡迎回到現場 這春節之前 我跟大家談什麼 全部都賺錢 春節之前來到這裡 我還是跟大家強調 專注當下 大半期的 你要找你的股票 低位階 高值利率 或高成長的股票 低買 你才有機會 賺波段 不是閉著眼睛 一直去追漲 一直去幫別人抬轎 你繳了會會 到底有沒有賺錢 昨天我還特別提醒你 昨天這個歷史跌幅 那今天 在春節前跟大家談的 那華晴今天是往上走 那期貨的部分 我昨天怎麼談 我們來看一下 昨天一天跌多少 跌700多點 分好幾波往下跌對不對 那昨天這種跌法 很可能 很可能 有人在那邊 在那邊 他還要半斤 但是昨天來講 昨天摩台子結算 台子企業周結算 所以有機會 我昨天是不是跟大家談 壓低結算 那壓低壓過頭了以後 叫超跌 今天是會往上走 那春節之前 我們是空手嘛 昨天大跌 昨天晚晚晚也空手 但今天我出手啦 掉下來了 今天我們在這裡買進 今天開高壓回 那這個形態 今天收十字K線嘛 開盤跟收盤是一樣的 收十字K線 我們是拉回買 那明天 要怎麼看 第一個呢 昨天2700多億 重挫對不對 重挫以後 今天開高 代表這個底部 這個低點就非常重要嘛 落700幾點 外置賣超 開低以後 今天開高 這個位置 這個有點是轉折的味道對不對 壓回這裡我買進 這個叫底部 墊高嘛 所以你要注意哪個位置 注意這個位置 注意這個位置 跟注意收盤這個位置 這個叫底部墊高 如果往下跌破 那短線上就比較偏弱勢 那如果往上走 壓力在哪裡 那你要先看啊 第一個壓力在哪裡 在今天的高點對不對 今天的高點大概是這一個位置嘛 然後繼續往前推 那台子旗的部分呢 那台子旗的部分呢 我是認為這裡 震盪 區間 金金漲 慢慢漲 那因為這裡呢 落700幾點嘛 所以大大的去 有壓回 我認為拉回 逢低做多 但是急掌不要去追 那急掌你可以賣出 或片空操作 這時候給大家的建議 你要看得懂籌碼 這樣一分鐘就看懂了嘛 昨天外資賣1萬1千多口 今天買1萬1千多口 那現貨的部分 還是一樣賣超 但是我說呢 這現貨賣超是在賣全資股嘛 但期貨呢 他今天買1萬多口回來 昨天賣1萬多口 今天買1萬多口回來 那籌碼來講呢 相對的 相對的沒有像昨天這麼恐慌嘛 那目前來講台子期 就是我講的 他會震盪 然後慢慢往上走 那你拉回買 我們今天在這裡買進 賺錢 那個股的部分呢 一樣嘛 這裡操作呢 大盤來到這裡對不對 重挫2千7百多億 這個低點 短線的低點不能跌破嘛 那往上走 這裡就是一個轉折對不對 恐慌線的賣壓 慢慢的減少了嘛 今天你在這裡收十字K線 那我要跟大家談的 台子期就照我常常講的 但做個股來講呢 你就專注當下去選股票嘛 大盤11月在這裡 這次剛剛跌回11月的低點對不對 這個地方我要講的 跟這個地方一樣嘛 專注當下選股 買低位階 高值利率 重點是 你的股票 你要怎麼樣去戰勝大盤 你一定要黃低買 你才有機會賺波段 你一定要買成長股買高值利率的股票嘛 大盤在這裡 你要很用心的去幫會員尋找對不對 重點是怎麼樣 你要坐轎 你不要去幫人抬轎嘛 你要做轎 11月 跌回來對不對 在這裡買 能有股票的賺錢 是不是大賺 還是大賺嘛 115 25 35 45 55 65 探照五賢嘛 這個地方有沒有追價 低位階 高成長嘛 那我現在在這裡講的 跟這裡是一樣嘛 你的操作策略對了 你就容易賺錢 那外資呢 他在這裡 做一個恐慌性洗盤 但是該買的股票 像華秦 他昨天就買很多嘛 漲朵半 就要700點嘛 再看一看世界 看一看漢堂 看一看圍影 108年 每一位股民賺70萬 109年1月 你有賺錢嗎 我賺錢啊 你是不是又賠錢了 你要趕快把電話撥通嘛 把失去的 把賠掉的 賺回來 把握機會 趁大盤震盪的時候 你跟著我坐 我們休息一下 再次為您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達頭顧APP 貨電02-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 關心的是競爭力 變達人故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現在就YouTube 映通財經台 拍照 人好時間 人好地點 聽到看不到 YouTube 日視點間 線上直播上就擦 分析師 精準準 團視解析 隨算隨看 真方便 YouTube 運通財經台頻道 不管是 自己安賴在一起 欢迎回到现场 我说头骨也良又不齐 大盘在涨的时候 大家的老师都大贪钱 全部都赚钱 很勇敢的去往上追价 但是可能赚小钱 也可能套牢了 那目前来讲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地位界高值利率 包括上面写的四档股票 同样11月 到现在赚波段 包括最近1月份的华秦 你看到大盘中错了 一尾份大盘中错 华秦一样创新高 未云介入的成本 很重要 这个才是华秦的价值 不只讲一遍 我们再讲当时 我们讲10月份好了 成本精彩 一样地位界 在这里45 不过去多少 去到九十五 一路去 是法人抬教 那同样10月初 10月初 有人去廊 这大气去廊 是不是太老 10月 是不是太老 那10月份呢 是不是算一倍 那同样的故事一再重演嘛 包括最近也一样啊 11月份的时候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嘛 他要跌回 11月的低点 对不对 这是当时原相 这11月哦 11月对不对 一个头肩 在这里够 11月车 在这里 飞完都在看 再看一看世界 这11月 在这里 同样在11月份 你看汉塘 半导体设备 一样撞波段 对不对 大盘跌回原点 这500 他还到700嘛 那我们不要讲太远 人家说 走过11月12月 那我们讲1月份 你像华琴 昨天抗跌 我花很多时间 跟大家谈华琴 对不对 建议事物马上涨停 事物创新高 华人昨天来抬教嘛 那我要跟大家谈 什么观念 我会想尽办法 让你坐教 对不对 让华人来抬教嘛 我是出手 赚到 是真正的操盘 会员多在看 大盘重挫 你才知道 谁是高手 对不对 同样11月份 这些股票 那我希望 包括今天 华琴1月份 涨停板 那我向你操作 不顺利的 你把电话拨通 那目前来讲 各股的操作 绩效非常重要 对不对 把电话拨通 跟着我做 我带你布局 你要留优惠 我可以给你 但是你要拨通电话 谢谢大家 本公司 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平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